这个星期发生在台湾高雄的监狱的劫持事件 那我们知道这六名众刑犯劫持了典狱长 那么一度是要求离开监狱 但是后来这个下场是挺惨重的 六名众刑犯最后是举枪自尽了 不过这个事件据说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也引发了热烈讨论 很多讨论 为什么呢 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新华社 或者这边中央电视台 他也做了很详细的报道 那么这个很多中国读者和观众 他就知道这么一回事 那最后呢 大家肯定以为 这种事如果发生在中国大陆 那肯定是鱼子网破 人质也死了 然后这些劫持犯也死了 那么没想到这回在台湾呢 只有六个劫持的越狱者死了 当然他们都重罪犯了 杀人了还是贩毒了 那么没想到他们手中的人质 包括典狱长 大家都还平安 所以这时候呢 有很多网民就开始 就讨论这个问题 为什么在中国大陆 每次一发生 必然是起码要 我要杀一个 就是够本 杀两个 我赚一个 大部分的这个 就是这种囚徒啊 这种 他们都是这种心态 那么为什么到台湾 它出现了一种 就是说 我把人质放掉 要死我们自己死 这样就引发了很多人 比方大陆一个 非常知名的一个博客 写手 叫十年砍柴 他在他的这个 微博上 他就说 这些人死了 就是说 这说明在江湖上 就是还是有 很多人有狭义的 就是道 义有道 他有他自己的 大道 他自己有他自己的 这个道理和道义 就说这一点呢 有好多网友跟着 就是跟贴评论啊 大部分都谈到了这一点 有的网友呢 还借机讽刺 就是说 这个竹联邦啊 他们人少 他们只有 不知道几百人 如果要发展到七千万 那么这个 这个必然是没有道德 道德流失了 是 没有想到 在台湾的一场 重大的治安事件 到了中国 就引发了个 更深层 因为中国当中 这种事 它不少啊 就这种 就突出的这种 人质事件啊 是劫持事件 也很多 而且伤亡 往往是很惨重的 那么在台湾 却出现了 另外一个不同的效果 这就是大陆媒体 那大陆的这个 网民 他们关注的这个点 是 谢谢海涛 非常有意思的观察和分析 那么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的媒体 观察的文字内容 还有我们的相关视频呢 都将看载 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 欢迎您登陆查询 或者留下 您的评论与看法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